在欧洲多数国家都在抓住一切机会反俄的时候 法国却又双 落拙 投敌了 3月7号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普瓦西一场选民会见活动上演讲时谈道 俄罗斯和俄罗斯的人民应当受到尊重 为了构建欧亚大陆的全面安全架构 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是必须的 他还说 应当与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人民对话 与他们的艺术家 文化人士 科技界 企业家和非政府组织对话 直白点来说 马克龙话中的意思是不要太矫枉过正 把对俄罗斯政府发动军事冲突的愤怒倾泻在普通的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人民上 也不要对俄罗斯太过分 要是真的把俄罗斯惹牢了 欧洲的和平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简单来说 就是俄罗斯也会对欧洲动手 俄罗斯现在是肯定不会对欧盟动手的 这点在现在看来很明显 只要欧盟一天不下场参战 俄罗斯也一天不会把矛头指向欧盟 至于原因 向内来说 俄罗斯的钱不够了 在国内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的环境中 双线作战显然不太现实 而且欧洲还是有大国的 军事实力可不是乌克兰能力的 向外来说 向欧盟宣战很有可能挑起新一轮世界大战的战火 对于现在极度不稳定的世界局势来说 任何一点星星之火都有可能引动燎原之势 如果不信的话 看看在美国的拱火下 原本只有俄乌两国的冲突事件现在已经牵扯进了多少国家 有多少国家为了转移国内视线 转移国内矛盾 寻求新的庇护 或者跟在食肉折后喝口汤而纷纷发生 可能打起来不是危言耸听 是真的有可能发生 每一个国家负得起这个责任 所以 马克龙现在说这些话 告诉自己的选民们注意 与俄罗斯各界人士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意图呢 他是在向欧盟发出警告 每一个国家的总统每天在做什么 都会有成千上万的眼睛盯着 虽然 马克龙是在向自己的选民们说 但是他可以肯定自己的这番言论 至少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就会摆在其他欧盟国家的案头 然后他们就会思考 马克龙为什么会这样选择 然后他们就会发现 他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进去 在刚开始的时候 欧盟和北约是属于看戏的一方 尽管泽连斯基无数次喊话 表决心要加入欧盟 但是事实上欧盟从来就没有过 给乌克兰席位的想法 塞尔维亚说 要入欧都这么多年了 到现在还在审查阶段 乌克兰这么个国家 想欧盟把败 开一步登天 简直是在做梦 所以 欧盟在这次事件中原本想扮演的角色 就是一个坎坷 在被泽连斯基Q到的时候 也是暂许的点点头我们会考虑的 然后下班喝咖啡 时不时谴责一下俄罗斯表表态 但是在不知不觉中 他们开始逐渐传出一系列消息 要给乌克兰武器了 要提供飞机了 要派兵过去了 要跟着开始制裁俄罗斯了 消息之繁杂 连他们自己都难辨真假 毕竟不可能每次出个小道消息 都跟其他国家领导人打个电话 确认一下 于是他们开始争先恐后了 在美国的影响力下 没有欧盟和北约国家敢对其态度敷衍 印度在联合国的遭遇就是个鲜活的例子 他们层层加码 不断地扩张着自己对俄的制裁面 从经济到政治 再到文化娱乐 最后连猫猫狗狗都不放过 终于俄罗斯反击了 俄发布的不友好国家名单 像是当国一报一般 将他们打醒了 回过神来一看 我去怎么把俄罗斯得罪死了 有些国家还在嘴硬 有些国家已经在不救了 俄罗斯发布名单前一天 马克龙就与普京通了一次电话 之后虽然法国总统普传出的消息是 电话里普京确定将轰炸奥德萨港 但往往能公布出来的 就是最不重要的 真正重要的是马克龙接下来的行动 为俄罗斯说好话 到现在为止 这一切也能够串联起来了 虽然这只是笔者 根据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所做的猜测 但是根据现实情况来看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且根据马克龙最近的行动来看 他本就没有要对俄罗斯怎么样的想法 反而跟普京来往密切 马克龙分别在2月24日晚 2月28日 3月3日和3月6日 跟普京通了一次电话 虽然每一次法国总统府之后 公布出来的消息都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谁也不信 他们特地打了个电话 就只为了说那点事情 比如说第一次 克里姆林宫方面的说辞 是普京向马克龙解释 军事行动的情况和原因 但是对于后续他们不可能一点没聊 第二次传出的消息是保护平民 能够通过主干岛出国逃命 但是当天可是俄乌第一次谈判 对于这个事情及其后续 绝对比怎样让平民逃命更有了头 第三次消息是普京向马克龙澄清 用导弹和轰炸机清洗城市的谣言 但当天正好是第二次俄乌谈判 第四次就是这次 普京已经在前一天 签署关于用如不偿还外国债款的法令 并要求联邦政府 抵出不友好国家名单 并在7号公布 马克龙打电话绝对是问这个是确的 而不是确认奥德萨港的末路 甚至关于之后 俄罗斯怎样一步步的报复 普京应该都会隐晦地给出答案 这可能是让马克龙决定 公然跳反的重要原因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欧洲人慢慢回过味来了 制裁是欧洲跟着美国制裁的 但是受伤害的却只有欧洲 没有美国 拜登在8号终于决定 要制裁俄罗斯的油气出口 这虽然会导致美国国内油气价大涨 但是美国本身是有自己的油气田的 价格就算涨一涨 也不会要了自己的老命 但是欧洲不一样 欧洲至少一半以上的国家油气资源 都依赖俄罗斯进口 尤其是德国 就是北溪12号管道最大的受益者 美国现在那样表态 他们不是说跟不跟的问题 是怎么跟国民解释 俄罗斯已经不能制裁了的问题 马克龙这样直接表态 肯定会受到一些非议 其他的大国迟早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如果再不寻求转变 欧洲就真的要完了 会被美国带进下水道里的 所以此次马克龙的表态 不仅代表着 法国开始要走相反的路子了 还代表着欧洲即将迎来一次较大的思想转变 声势太过浩大的情况下 甚至美国会损失掉欧洲的基本盘 也不是没可能 毕竟哪国的政府都不是傻子 跟紧美国的步伐之前 首先要保证的是自己国家的安危 而美国现在表现出来的态度 就是丝毫不把自己小弟的厉害安危放在眼里 上次是阿富汗前政府 这次是乌克兰 下次又会是谁 所以现在的欧洲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明白人越来越多的景象 不仅有马克龙 德国极右翼政党 选择党领袖爱丽丝 威德尔也在演讲中尖锐地指出 乌克兰现在的行为 就是被他们的国家穿夺着 去作死的边缘事态 他还直接点出来 现在进行的这一切是 完全过时的冷战逻辑 让乌克兰加入欧盟 是一场无法实现的梦 在傲慢地否定 俄罗斯的大国地位等等一系列的事实 这是现在为止 欧洲领导人说出来的最真实的内心想法 也是最得罪人的 在政治选择中 其实大多数的领导人都看得出来 谁是谁非 毕竟谁也不是傻子 拿来忽悠普通民众的那一套 他们是看也不带看的 但是政治选择很多情况下 并不是说谁对就选谁 他们会考虑国家利益 国际环境 国际舆论 人道主义等等 还要担心会留下口舌 将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之后 才能做出一个相对最佳的方案 在这次的事件中 欧洲一如既往地为了表决心 而紧跟美国的步伐 在舆论的带动下颠倒是非 将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真正原因刻意忽略 但是现在情况发生变化 在俄罗斯开始绝地反击的同时 美国的意图也是让这些国家没法接受 他们在没有得到利益 没有得到承诺的情况下 直接得罪了一个对他们很重要的大国 而美国并不准备为他们兜底 他们的未来还得他们自己来动手改变 至于美国得盗者多住 失盗者寡住 频繁吃老本压榨自己的世界话语权 后果他们会看到的 感谢观看